哪些人的骨折风险高 简单测试告诉您 这个BRAX是国际组织中的研究会 设计的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计算工具 其实它会很方便地来测试 对一个具体的个人 这个人到底还有多少的风险 会发生骨折 早晨耐床几分钟 避免摔倒防骨折 好多人老人刚起床 还不是很平衡的时候 就去上厕所 这时候其实是最为紧急 大概一半的老人回去收拾了 骨折病人行动不便 还要多喝水吗 更不方便了 但是卧床期间你必须要多喝水 因为在卧床 一个很大的一个厕所 是在营养剂的感应 最简单的方法就让他多喝水 当然护理上会麻烦一些 但是还是逐点 本期节目 特邀北京协和医院 骨科副主任医师张佳 和您聊聊老年人骨折的预防 老刘下厨 为您奉上一道健康美味的 九层塔烧茄子 精彩马上开始 欢迎收看影视频生会 我们都知道老年人 说年老先老骨头 就骨头骨密度越来越松 然后更容易骨折 我们反过来 老年人养老得先养骨头 所以我们要有请 北京协和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 张佳先生 有请 张佳 北京协和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 副教授 本期爱问团的嘉宾有 湖北卫视主持人胖胖 著名主持人索尼 美食达人江波 你只要骨头健壮了 身体就好了 骨头要是不健壮 身体就好不了哪去 首先张太夫给我们 带来了一个检测 预测你骨折发生的风险 预测你十年内 发生骨折的风险 这怎么 还有 还开电脑 我们有 我们可以有iPad上 是这样 因为现在大家都说 老年人确实骨折 发生越多 因为现在咱们也是 老龄化的社会圈 对 确实 尤其在大的城市 更是明显 但到底什么样的老人 真的是容易骨折 而且我们要更积极地 进行一些防治 所以我们需要进行一些预测 你继续算就开始得知我 对 这个FLAX 是国际骨质中研究会 设计的这么一个 小小的一个计算工具 其实它会很方便地来测试 对一个具体的个人 这个人到底 他有多少的风险 会发生骨折 如果你的风险大 那么你要更加 关注自己 对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国际标准 但是它会分到亚洲 分到中国 对 每个都不一样 对 因为这个骨质中症 这个病症 跟人种还是有关系 看人家还是比较讲究的 那通过这个公式来算的话 需要提供个人的什么数据 需要先去化验的吗 比如说你的年收入 你房子有几套 所以这还得个人算个人呢 是吧 别公开的算了 这还得公开 对 关键就是说 这里面有没有一些数据 是需要先去化验得到的 而不是说身高体重这种 我现在就能知道的 基本上都是你可以 它有两种方式 比较精确的一种方式 就是你如果去医院 有一个正规的医院 有一个古密度的检查 对 如果你有古密度的数据 特别是古古井的 我们说的是古古井部的 古密度的数据 再通过这个公式 可以算到一个相对精确一点的数据 但如果没有也不要紧 没有的话 它也可以给你 进不去啊 就到这页面上 咱们就是从这 从这个主页可以看到 然后从测评系统 测评系统可以看到 这里就跟这上面是这样 就亚洲 你可以选到亚洲 亚洲里可以选中国 就我就填就行了是吧 对 它分辨有些什么项目呢 年龄 45 体重 这是秘密 60 这也不是秘密 性别是秘密 身高1米68 这也不是秘密 有既往的骨则屎 没有 父母宽宽骨则 无 目前抽烟行为 无 肾上腺皮质激素服用 无 风湿性关节炎 无 激发性固脂疏 没有 每日酒精摄入量达到 三个单位以上 没有 鼓密度 不知道 这是个选前的 没有的可以 那就直接 这归无了 肯定没什么风险 它这里就是 包括两个结果 一个是major osteoproject 就是说 主要的 主要的部位 就包括是什么呢 包括脊柱的骨折 宽部的骨折 手腕的 扰骨的骨折 以及肩部的 股骨静端的骨折 这四个部位呢 我们下期可以谈到 它是最常见的四个骨折 是从骨折的部位 就是发现 你发现这四个部位 这个部位的骨折 总的可能性 大概是1.2% 我只有1.2% 然后你发生 这个是宽部骨折 Hip fracture 是宽部的骨折 这是危害 最大的一种骨折 这可能性 只有0.1% 所以当然是风险 很小 倍儿棒 恭喜恭喜恭喜 一个根本跟老年 还没关系的人 在这各种炫耀 要不把我姑娘撤一下 他这是一般是 适用于40岁以上的人 我45了 他这个道理怎么解读呢 就是中国现在还没有自己的一个标准 我们又套用美国人标准的话 它是你如果发生宽部骨折的可能性 大于3% 或者发生前面这个主要部位骨折的风险 大于20% 那么就要非常积极地开始正规的抗空质量 这就是这个Flex这个软件 不是我认为这 3%就要注意 那我0.1%还不算这么多健康 我以为怎么得到80%才注意呢 3%已经风险很大了 那是不是就是说 因为宽部如果骨折的话 人不就贪了吗 所以就是说 他对人的那种健康的损害 甚至生命的危害是极大的 没错 所以即使他只有3%的一个可能性 也已经很恐怖了 对说的非常多就是这样 3%那我以为 这还是大家 大家可以测一下 待会我们会把这个网站呢 再打两行 在我们的荧幕的下方 老年人不会上网没关系 年轻人给父母去测一下 那我觉得有风险的人 还真的是相当多 因为刚才刘老师这什么 这无那无都无 他很健康 生活习惯这么好 就还有0.0%几呢 对啊 那你说要这有那有 又抽烟的又喝酒的 对啊 那这风险就大一点的 是吧 对 我们看警惕老年骨折的危险因子 年龄肯定是 年纪越大 年纪越大越麻烦 性别这我都能猜 女性容易 对吧 是 是因为磁性激素的减少 会造成骨质疏松 没错 活动力 活动力是什么意思 活动力 其实它一方面指你 参加活动的这个频率 另一方面表示你一个协调性 像您说的可能 有的人走路他很协调 老年人体育可能比较好 对 可能身体比较好 他不容易摔倒 像你说 他其实跟摔倒也是有一定关系 就活动力强的人就 危险系统就低 活动力强 就灵活 就灵活 另外呢 活动力强的人 年轻的时候 可能参加运动也多一些 对 所以他可能 他当年存的积累的骨量 会比较多 那我为了不摔跤 我就不动呗 多安静 天天在家躺着 不动更容易摔老化 好吧 你一旦动了对不对 年轻的时候练平衡木的一般不会摔 那我外婆她对自己还是有一套方法的 她就是上次摔了一次腿给断了 打了个什么钢丁在里边 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说你就别再去走很远 买菜呀 做运动爬上爬下 我稍微安静一点 她说不 我越是不动我越难受 我就要动着 我觉得我自己舒服一些 看来老年人 他还是自己有感觉对这种 就应该多动吗 像这种 当然像你说 如果躺床我至少不会骨折 对啊 其实但是对于骨 骨质疏松来说 你卧床或者不活动 它骨头丢得更快 对啊 这是第一条 钙流是更快 第二条 人是一个整体 不光是一个骨头 还有心和肺 血糖的问题 你要是不走 很多别的问题会出来 对 那个风险可能还不比骨质中症 寿命就减少了 对 没错 运动还是有道理 酒精过度或抽烟 看到没有 酒精要过度才有危险 抽烟就有危险 只要超过那三个单位 刚才说的三个单位 就是啊 那不都过度吗 对 他想的是一个平均 平均的一个水平 但是我真不觉得 夏天喝啤酒解渴 我从来不喝 有热的是 喝点冰啤酒还是有点适合 就像我还不觉得 那个烟有什么 有什么能让人那么着迷的 他们就觉得 那抽一根就似神仙 那我们不接触的 就是没感受 完全不能养灰 就抽烟是对骨头 对骨头来说 它是确定的 就像您说的 少量的喝点酒 有可能到 没有那么明显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是要少量喝酒 但是要戒烟 过去其他部位 老年骨折的 有这个病史 像我父亲就是摔过一次 冰骨骨骨折过 那就得注意 基本上是个意思 但这个老年骨折 我们也会提到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主要是这四个部位的骨折 脊柱的宽部的 手腕和肩部的 这是比较 冰骨的骨折呢 它有它自己的一个发生机制 有的时候 年轻人它有可能会出现 它并不是老年人 特别发生特别多的一种骨折 骨子疏松 这就大家得很好理解了 还有使用某些药物 什么药物会影响 大部分是一些会影响到 骨代谢的一些药物 有很多药物 比如说呢 治肾的药好像就是 对啊 最强健 咱们就说激素 比如咱们治一些免疫性的疾病 或者是肾病 就是说就会用一些激素 但是激素就可能会造成 这个骨折疏松症 会很明显 对我们来说 这个叫气发性骨折疏松症 一样会造成骨折 什么这种麻烦事 相关的内科疾病 相关的内科疾病 也是就跟这个药物 其实相似 就是一些比如 甲状腺的疾病 或者是糖尿病 或者一些 比如是这个新鲜功能减低 就是这种病 它会影响到钙磷代谢 影响骨代谢 那么就可能造成骨折松症 看来这影响骨折的原因还很多 不只是电视上打广告 只是钙 对啊 所以现在一般就是 人到中年之后 很多人就是包括子女 也会给买这个补钙的织剂 就觉得好像 哎 补了钙了就没问题了 其实不是的 其实太容易了 补钙只是很小的一方面 没错 补钙只是 咱们因为可能 我觉得可能也是受一些宣传 可能比较片面的宣传 老年人到我们门诊来看 都说我要补钙 其实医生不说补钙 医生都说治疗骨折松症 这是完全不同的 对 骨折松症里 只有一小部分像你说是补钙 叫钙要补足 但你要只吃钙片 没有用的 对这个预防骨折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说吃多少个片以后 什么上楼也轻松了 腰也不疼了 腰也不疼了 对 瞎掰了 导致老年人骨折的因素有 一 年龄 老年骨折的发生几率 会随着年龄增加而大幅提高 二 性别 女性由于磁激素的减少 更容易产生骨质疏松 导致骨折 三 活动力 活动灵活的老人摔倒的几率低 不易骨折 四 酒精摄入过度 或者有抽烟习惯 五 过去其他部位 老年骨折的病史 曾经有老年骨折的病人 有较高的机会再产生骨折 六 骨质疏松 是老年骨折的最大因素 编辑短信VX 将您希望看到的养生话题 和养生专家 到1066 1098 即有机会获得 由咽喉健康领导品牌 蔓延淑宁提供的 护嗓道理包一份 嗓子舒服是喝出来的 蔓延淑宁 老年骨折以骨质疏松 这就给我们讲一讲 到底这个骨质疏松 和你们说的骨质疏松 正是怎么一回事 对 我想这好多人也是说 骨质疏松 因为年纪大了以后 特别是女性 绝今以后 她骨头骨密度会越来越低 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趋势 对 人年纪大了 毕竟不像小伙子 或者年轻的人一样 骨密度那么高 我好像听说 人体其实到了30岁是巅峰 差不多 从30岁以后 就已经走下坡路了 不同的器官 有的器官25就走下坡 有的是30几 我去体检的时候 我已经查出来 骨密度比 就是平均这个年龄 稍微低一些 首先她说 一个是女性 第二个胖 这两个都会引起 骨密度的低 比较吃亏 对 你是好像 其实是略有些问题的 我是有点质疑 因为对我们 搞骨质疏松医生来说 胖是一个保护性的因素 瘦容易骨质疏松症 就摔不着 我摔下来是吗 不是 本身来说 你骨密度会高 对 瘦的人 是得骨质疏松的风险 是更高的 那为什么我骨密度低呢 你是相对女 你可能瘦了 你也真高兴 你可骨质疏松点 是吧 对 我还是想瘦点 你可能瘦了 所以骨质疏松 是一个现象 我们可以这么说 但是骨质疏松症 是一个疾病 所以骨质疏松 必须要达到硬的程度 就是咱们刚才那个用 比如用刚才那个很简 其实很简便的那个FREX 我们知道这个吃钙片不管用 对 那我怎么知道我是得了这个 到哪查去呢 还是可以自己查呢 骨质疏松症 所以我们就说嘛 如果有很多自测表 就像比较方便的 或者现在比较推荐的 就是刚才说的FREX 给他自己上网 让孩子 如果老人不会上网 可以让孩子帮他上网点一下 就看大致这个风险程度 就像您说的 第一项超过20% 第二项超过3%就算 对 那就是高风险 因为这个FREX 它是一个英文的缩险 其实就是骨折风险评估 实际股质松症 这样刚才说 可不是吃钙片 所以你要是测出来 你的风险很高了 或者是甚至曾经摔倒 自己发生过骨折了 这种情况 就要到医院去 正正归位测一个骨密度 那医生可以根据 你的骨密度结果 现在主要还是依靠 然后骨密度结果 来判断你是不是有骨折风症 这样来治疗 当然自己下诊断是很困难的 自己只能看看风险 就是搞不好 对 就是你要是测出来了 就赶快去医院 如果达到了那个风值的话 没错 赶快去医院去检查 检查也就是躺着 给测一个那个骨密度是吧 对 它是一个放射 就像太阳片子一样 记得我们查的是腰腹这一块 腰和腰 就是我们说的腰椎 这个是正规的 骨密度双光子检查 对 这个是最好的 查脚跟和这个手腕 只是做一种参考 就得去那种躺着的 对 就是躺着 这些呢都比较好理解了 第一要避免攀高取物 攀高取物又怎样呢 你就容易摔下来吗 我垫个脚尖都不行啊 你打板凳什么的 可能就是可能避免一些 超过自己能力的一些活动 攀高可能年轻人都很困难 老年人当然更容易摔倒 现在很多老年人特别不服老 总觉得 是吧 心也年轻 对对对对对 然后觉得我的身体比很多年轻人还好呢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觉得自己可胖了 方方面面的都要 所以我特别提倡老年人晾衣服啊 用那个晾衣架 嗯 别用过去那种量一根那么高 你就这么挂那儿就好了 或者是摇的那种 对对对 自动升降的那种 对洗手间和浴室 要安装牢固的握杆 防滑的那个橡胶垫 洗手间是老年人受伤的一个重灾区 没错 我们经常说有两个一半嘛 有一半的家里的骨折都会发生在这个洗手间 而且另有一半的时间会出现在早晨这段时间 好多的老人刚起床 还不是很平衡的时候 就去上厕所 这时候是其实最危险的情况 大概有一半的老人会这时候摔到骨折 为什么早上起来不平衡 因为啊 刚从床上起来嘛 你躺床对猛的一起来 老年人很多他又会有体位性低血压的问题啊 或者是老年人起来他还没醒透吧 这么说 然后呢又可能去上厕所 或者灯光也可能也不好 有很多符合的因素我想 洗手间其实是比较容易摔的 老年人那个早晨起来 不是像年轻人是七八点八九点 那是四点钟起来 那我估计什么血液粘稠度啊什么的 都是那个比较危险的那个时候 然后他还省不开灯 对 所以还应该加一条 随手就一个很方便的开关 这其实挺重要的 使用有靠背或者扶持的椅子 这段时间做板凳一样就下去了 还有起来 就扶手把它起来可以接力 对 但有的时候说这样的话 要是那个 已经是这个骨质疏松症的话 很有可能会手腕骨折是吧 就是这么一撑一下手腕 这个外力一般不太 他自己知道疼吧 关键是有的说骨折了不疼 骨折了不疼 有的看怎么个舌法 好像有的就说当时是不疼 你说的是裂吧 裂当然也有疼也有不疼的 反正说确实是人的感受不同 而且说好像上了年纪本身 他的感受也不是那么敏感 对 其实这样 第一呢就是 其实在医生 像我们骨科医生来看 就没有什么不存在什么叫骨裂 就是裂就叫线性骨折 裂纹骨折 也是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呢 老年人的骨折 确实是症状要低得多 一方面主要是因为 老人的痛度比较高 同样的疼痛 年轻人就动不了了 老年人可以动的 我们经常 我们医院还有一个老教授 在王府井摔的 宽木骨折 孤井骨折 自己走回我们院的 到我们院走到 放射科门口才觉得疼 进去拍片子就有骨折了 就是慢慢走的时候 慢慢他发现错位了 开始疼 他就是他 完全不像年轻人这样 我们所以对老人的骨折 是一定要 有的人觉得他没事 但是活动也要受限制 拍片子会发生一些 比较凝溺的骨折 就是骨折松骨折 一个特点 就像索尼说的 就是有时候会漏疹 就是病人 没有那么疼痛的一个 恰恰有时候疼 也没有病啊 昨天我一个朋友 录节目 从六米的高墙上摔了下来 当时他是腰痣 摔到一个 类似于这种东西上面 腰上还憋了一个话筒 他当时第一反应 就完了 就被瘫了 结果弄到医院 因为他下半身就没有知觉了 弄到医院去检查 他什么事都没有 连一个骨折都没有 你说 我怎么觉得是怎么回事呢 我觉得他应该再查查 那有知觉了吗 对 有知觉了 能走吧 这你得先做去的 没事就是没知觉 那不行 是不是那话筒救了他 不知道 没有可能 至少给他顶了一下 对 就是那话筒 腰上那个 给顶了一下 不要站立或者下蹲过久 睡醒后 不要立刻离开床 可是你刚才 你有说起床去上厕所 他着急的 不离开床怎么行啊 那就从卧室到洗手间 全部铺上厚厚的地毯 会不会好 滚过去 不用滚过去 就是说至少摔了 它不像 你要是个大理石的地怎么办 你要是个硬木的地板 不就更容易摔舌吗 所以铺地毯 我们经常去做客服 也是说 地毯一定要是那种 你看咱们去买地毯 有的底下是有一层防滑的东西的 一定要买这种地毯 有的老年人觉得便宜嘛 买的这种地毯是 其实它上面可以轻微地活动的 那个其实最容易穿 那种小块的地毯 小块对 要买这种粘住的 对对对 或者是整间屋子 全部是厚的地毯 避免穿宽袍大袖和臃腫的衣服 不是老人家就要别太紧吗 其实就是让老人不要因为这个衣服 比如不合适的眼镜 不合适的鞋子 任何这种 让它不协调摔倒 因为老人基本上来说 它的神经系统的功能也会有所退化 它就是平衡的你会差 总共有时候会晃 有好多原因 这时候你再有一个衣服 拉一下拽一下 或者是眼镜看东西 台阶没看见 诸如此类的 其实这不止这么多 边点滴滴 这个日常生活很多 其实只有一个原则 让它安稳一点 让它走路走得稳一点 让它即使要不稳的话 能浮到一个坚固的东西 其实就这么多 骨折后的饮食要点 我们问过了 骨头汤咧 骨折了以后喝骨头汤也不靠谱 没听说我吃什么 就能够让骨头健壮的吧 因为骨头骨折了以后 它肯定是 对它来说身体是个伤害 然后它身体来说 是需要营养来重建骨头 所以肯定是需要营养 需要营养 需要营养的 但是这个一般来说 我们就建议 如果这病人想吃什么 或者是他的胃口 他这两天想吃什么 他吃得惯的这种东西 然后多吃一些有营养的 特别是含蛋白质的食品 肯定是好 我们其实没有什么 叫做忌口 什么发物 对我们来说 鱼 很多说摔伤了不让吃鱼 其实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的 骨头汤其实这样料说 真是没有太多意义 就是把一堆油 从这个骨头汤 对啊 后来很容易长胖 其实咱们经常看到 骨头有的病人是长胖的 三个月他又不能正常的走路 不能胖 然后他又吃得很好 又喝骨头汤 很容易长胖 那那些送的那种营养品 我记得有什么撞骨粉 专门给老年人喝的 好多蛋白粉 什么的这种东西 有点用吗 他第一呢 他自然 我觉得没有坏处吧 但你要别指望他 就怎么怎么 有些很神奇的功效 那肯定没有什么 反正我不给我爸 吃那种东西 就正常饮食他想吃的 撞骨粉 都能吃完都撞骨了 那就没有老年人骨子疏松这些病 其实烟酒一定要戒掉 这个是必须的 多饮水多排尿 防止节食和感染发生 但这个呢有一个悖论 老年人觉得我都摔了 行动不方便 少喝水少去厕所 对 而且有时候怕给孩子们添麻烦 对 你得服务着 没错 这个呢我觉得主要谈的是 这个在卧床期间 在卧床期间 对更不方便了 但是卧床期间你必须要多喝点水 因为在卧床的一个很大的风险 就在于泌尿器的感染 躺在床上 就是容易发生一些泌尿器 呼吸道的感染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他多喝水 当然护理上会麻烦一些 但是还是值得的 麻烦就麻烦一点吧 这个我们还真是得注意 原来没听说过 要多喝水的时候 关键就指的是在卧床期间 对 用药要听从医生见义 对 别瞎吃 没错 药太多了 反正药店卖的也多 撞股粉 撞股粉都不用去药店 超市就有的卖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 大夫 就是像我测出来 古密度低 我是不是应该怎么弄弄 撞股粉 那老年人吃的 多断片多晒态 对 没错 江大夫这放的就多了 我就光晒太阳啊 我有机会我还是晒太阳的 有机会我就最多脸上抹点防晒霜 我就穿着就出去晒去了 穿的少一点 不穿不行 什么叫穿着就出去晒去了 穿着比如说到海边穿了泳衣 就出去晒去了 我也不会刻意去回避太阳 那那种机会还是少的 还是少 谁说晒太阳机会少 有经常在外面走的呀 您走了多少 你都开车吧 开车你又下车的时候呢 下一块也没有了 对啊 所以现在确实我觉得大家 整体尤其都市人群 晒太阳真的很少 极度的缺少这种 这个呢 所谓回归自然的岁数 因为我们人就像刚才你们说的 要说的这个人有个峰值骨量 就是这人一生啊 能达到最高的骨量在什么时候 基本上大概三十多岁 这个人骨头是最高的 到三十多岁以后 股密度是往下走 所以呢 我们提高以后的 减少股质中的风险 减少骨折的风险 最根本的方法 是让你的峰值骨量提高 那么这就针对四十岁以前的人 要参加运动 就那儿要 运动 让你的骨量越来越高 就跟存银行似的 对 老外叫Bone Bank 叫股银行 就叫这个银行 就叫股银行 就叫股银行 就存款窗口就关闭了 就开始存款了 你要先多存点钱呢 老了就有的花 得 我小时候就没怎么存 现在已经开始吃老本了 吃老本了 所以呢 在这个之前呢 四十岁以前呢 多存点钱 到四十岁以后少花一点 好 哎呦 那我现在就运动也没用了 你现在还是存钱的时候 四十五啦 我四十五关了 但我觉得四十岁之后 我觉得适当的 比如营养啊锻炼 它至少也会少花一点 少花 少花一点 少花一点 当然像方说的 刚才咱们都晒点阳光啊 我们知道阳光下的负重行走 就是负重走路 多接受阳光 你可以得到更多的维生素D啊 对这个维生素D 那个钙银代谢会有好处 当然对骨败就有好处 这是很基础的 但是呢 其实说实话 这个东西不一定是 你说我每天去运动十个小时 是不是就不得股市中症了 也不是这个道理 好的东西 还有很多基因的因素啊 还有很多你不得抗拒的因素 所以还是要去测 如果你确实是在 比较高危的这个范围内了 股密度减少了 又有高危的因素 那么早期这种药 其实这种药物 其实也可以避免骨折嘛 其实骨质中症本身 我们只要避免了骨折 骨质中症本身没有症状 只要不骨折就可以了 对对对 很多老人的骨折 都是在家中发生的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 老人应避免攀高取物 以防摔倒 引起骨折 穿着应避免宽袍大袖 或臃肿的衣服 因为这种衣物 容易脱挂其他的物品 从而使老人跌倒 穿鞋应少穿牛筋底鞋 容易造成老人摔跤 在家居摆设上 洗手间与浴室 应安装牢固的握杆 铺上有防滑的橡胶垫 椅子要选择有靠背和扶手的 易于老人站立起来 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 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只要注意一些细节 就能避免老人在家中跌倒 降低发生骨折的风险 新浪微博的网友万先生 他说在网上看到 有专门卖护柱脊背和宽布的保护器 老人需要佩戴吗 这保护器有用吗 有的 这种东西是有的 其实这实际上相当于换一个思路 因为咱们刚才说的 这么多预防骨折 都是让我的骨头更强壮 我摔下来我不骨折 这是一种想法 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想法是 我让我不摔倒 可以不可以 就算我骨头很脆 但是我没有摔倒 我也没有骨折 所以它总减少摔倒 或者摔倒以后 我有一个保护的东西 来减少外力对骨头的冲击 来减少骨折的风险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你说胖 在一些 所以想像 如果宽布保护器 对一些高位的病人 就是骨头确实很 确实骨密度很低 或者已经发生过手腕的骨折了 也很担心它宽布会不会有骨折 可以带 就是咱们去到溜冰场 可以看到一些孩子 练溜冰 它会带一些工具 小孩会带防纸摔倒宽布的 其实老年人跟着很相似 你带上这个以后 比如晚上想着起来的时候 带一下 如果能来得及到 像你说的上厕所时间 轮到埃及穿上的话 你走路的时候万一摔倒了 它没骨折 舒服吗 那个带上 而很沉 那就是在一些特定的 比较危险的时候 比如出去活动的时候 或者上厕所 晚上起来上厕所想着带一下 当然也不是一天二三 不能长期带 对 或者也不需要 但有这东西我觉得 它肯定还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 好 谢谢张大夫 您等会儿 我们给大家做个菜 我们这个菜呢 叫做九层塔炒茄子 九层塔 对 九层塔好像是在三杯鸡里边有过那个东西 是吧 对 在台湾菜里边经常会吐 这就是茄子 茄子茄子片 然后我们会有葱花 然后会有姜 葱 蒜 还有青红椒 青红辣椒 这就是九层塔 它是一种植物 它有什么味儿 好像没什么味儿 炒出来就是味儿 料酒 胡椒 青红椒 再加上盐 糖 糖就可以了 茄子呢 一般按照传统的北方人做菜 他们喜欢把茄子过油 我呢是喜欢把茄子先干煸一下 完全干煸 这样就可以不吸油 平时按照我们的做法 就是先放油 再炒的话 特别吸油 茄子一下锅 那油就没了 对 颜色已经有一些变化 过里倒点油 好 把蒜和金红椒都倒进来 鲜层塔 来点料酒 好 茄子 这时候放茄子 来点盐 一点点 有点像烧烤菜 对 有点像烤茄子 来点酱油 青红椒 胡椒 葱 葱 葱最后吧 不用放糖 来 好香的 葱花 葱花可以多放一点 好 好 九层 烧茄子 炒茄子也就叫 这是半果的量 这顿比点 买28块钱 还行 还行 九层塔烧茄子 食材 茄子 九层塔 调料 姜 葱 蒜 青红椒 料酒 胡椒 酱油 做法 一 茄子放入锅中 干扁一会儿盛出 二 锅中倒入食用油 倒入姜 葱 蒜 和青红椒 炒香 三 放入九层塔 翻炒 加料酒 茄子 盐 酱油 青红椒 胡椒 一并翻炒 四 最后撒入葱花 翻炒片刻即可出锅 老刘贴士 九层塔又叫罗勒 入菜有浓烈的香味 且有书风节表 化湿合中 行器活血 解读消肿之效 感谢张大夫 谢谢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养生笔记 骨折直接影响着老年人健康和生活质量 随着老年人机体逐渐衰退 其平衡与反应能力变得较迟钝 易跌倒 加上老年人多有骨质疏松现象 一旦跌倒容易造成骨折 所以老年人应及时预防骨折的发生 防患于未然 10661098 既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一份 天天有惊喜 赶紧行动吧